那么今天佛教大小城里头 法门一代一代传下去 没断 你是哪个老师传下来的 可是没开悟啊 这就像世间法里头 你家的祖先 这生了你 你也不错 你的儿孙都很多 世时代的一直到今天 家谱一展开 人定兴旺 没有一个圣人 没有一个在社会上是建功立业的人 都是一些普通人 这不算成就 中国古大得奖 不孝有三案无后有大 这个无后不是说你子孙多 人口多 不是 你子孙当中有没有成就的人 特性的成就 事业的成就 学问的成就 是像这些 如果有一个 这叫传人 这叫有后我 传承你家的 家道 家许 家业 这个重要啊 那么现在的佛门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佛法就摔了 佛法没有了 沉传到今天 我们的上一代 还像个样子 沉传进途中 下列业 没关系 映光大使所传的 李宾南老师 李宾南老师 同学不少 都是印度的学生 但是真正成就 夜深教训 对学会 对国家做出了 真诚的贡献 那是李宾南老师 天台 地弦法师之后 有宝金 有坦诗 他们之后 就不信了 没有人能赶上老师 贪劳的学生 我认识很多 多半都已经过世了 其他各国中派 没听说 多半都已经过世了 你们能赚的是 还有没有人能赚的 谁来不 послед tense 我论 我论 这不是 我们找个意思 为了 崔在 门